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1937年4月 也就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三个月 正是中日关系非常紧张 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日本向宋哲源、张子忠 提出了到日本访问的邀请 当时宋哲源接到这个请柬之后 非常为难 因为他是当时平津地区的最高长官 如果日本人提出什么要求 他答应和不答应都很难办 也就是说 做任何表态 都会使民国陷入被动 所以呢 宋哲源思前想后 自己亲赴日本实在是不合适 最后决定呢 让张子忠代替自己出访日本 他为什么选张子忠呢 嗯 这也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 当然了 首先是一种信任 宋哲源相信 张子忠肯定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好处 也不可能出卖民国政府的利益当罕奸 就这样 1937年4月23号 张子忠一行20多人出访日本 日本为了离间驻守在华北地区的29军 故意启用了最高的接待规格 让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了张子忠 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 这不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了吗 哎 小梅 你这就不明白了 这叫有拉有打 离间计 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向中华民国国内制造舆论 渲染张子忠和日本人亲善 受到特殊接待的假象 他们甚至还编出了假消息 说张子忠接受了日本人送给他的金钱和美女 真有这种事吗 当然都是日本人的一面之词了 从历史文献研究看 即使是战后日本公开的档案里呢 都找不到张子忠接受日本人任何财物的记录 而且事实上呢 张子忠当时不但没有拿日本人的好处 而且在明古屋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 还对大会为为满洲国单独设立展位的做法 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张子忠还不知道日本人散布的这些假新闻吧 嗯 正是这样 当时这些消息一放出来啊 就在国内引起了争论 熟悉他的人相信 张子忠不可能做这种事 不过呢 也有人相信了日本人的宣传 说张子忠是汉奸 过了不久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人的军队迅速攻占了北平 到这个时候啊 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空前了计划 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张子忠辩护了 张子忠是天津市市长 日本人攻占北平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嗯 你别说啊 真有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呢 日本人从朝鲜和东北调集了大量的军队 7月28号对北平进行全面的进攻 29军顽强抵抗 但是呢 战事对国军一方越来越不利 就在这时候国民政府来电命令29军暂时撤网保定保存实力 另外呢 为了避免千年古都遭到日军的祸害 宋哲元张子忠等五位军中的最高将领临时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 会上张子忠挺身而出 自愿留在北平 料理善后 他说呀 国难当头 我不会在乎个人的毁誉 张子忠的话让宋哲元非常的感动 宋哲元当时含泪提笔写下首令 喷令张子忠为进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长 首令下面落款 宋哲元民国26年7月28日 张子忠是在忍辱负重啊 是啊 歇好以后呢 宋哲元把首令交给张子忠 告诉他 金晨 你要想办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 为我们争取一个星期的缓冲时间 等我们全军收缩集结后 咱们国军就可以恢复有利形势了 最后宋哲元紧紧握住张子忠的手说 慷慨负死容易 从容负重难呢 我们今晚一走 让你为难了 这张命令就是再见时候的凭证 你保存好 委员长内里 我负责说明一切 张子忠是不是在利用日本人 对他抱有幻想这一点来拖延时间啊 就是啊 29军撤退以后呢 日军很快攻占了平津 进北平不久呢 日本人大张旗鼓的跟汉奸勾结 成立了伪政权 多次软硬兼施的逼着张子忠跟他们合作 还希望他通电全国 公开反对蒋介石 这些呢 都被张子忠一一的拒绝 这期间呢 张子忠一面秘密下令 管辖区的各地政府开仓放粮 帮助战乱中的百姓 渡过饥荒 另一方面呢 通过过去进查政务委员会的熟人 和红十字会 秘密转移 未撤出的国军部队 分散隐蔽受伤的伤员 掩埋29军阵亡官兵的尸体 还专门派人安置 留在北平的29军家属 到了8月7号呢 宋哲元交代拖延日军一周的计划 已经完成 张子忠宣布 辞去北平的一切政务 之后呢 就躲进了一家德国的医院 一个月以后呢 张子忠躲过日本人的追捕 从天津登上了英国商船 海口号 辗转烟台 到了济南 当然了 张子忠人是安全离开了 可是呢 他没有逃过自己同胞的误解和谩骂 一时间呀 全国的报纸群起声讨张子忠 当时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呢 当然都没什么好话了 都在骂张子忠是汉奸 卖国贼 管张子忠叫张逆自忠 说他自以为忠 其实是卖国 很多认识张子忠 或者以前和他是同事的 也说 我们看错了张子忠 曾经跟他是战友 感到羞耻 1937年9月 国文周报 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 免北方军人 这文章说呀 希望全国仰慕 段祺瑞和吴佩福 两先生的风范 保持国家浩然之气 万不要学寡连贤耻的 殷汝庚 和自作聪明的张子忠 殷汝庚是谁呀 这个殷汝庚呢 曾经做过北洋政府财政部 里边的一个司长 后来啊 他在日本人 土肥原贤二的怂恿下 宣布脱离民国政府 并且呢 担任日本人扶植的 冀东防供自治政府的委员长 这可是真正的汉奸啊 把张子忠跟他相提并论 真是奇耻大肉 那张子忠有没有出面解释呢 这个呀 真的是很难解释 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就是解释 也不一定有人信 张子忠心里明白 自己到底是不是汉奸 只能用行动在战场上来证明 后来上海市政府给国民政府发电 要求对张子忠按照军法严惩 全国各地商界组织呢 也都发电报向民国政府施压 身在纪南的张子忠看到这些报纸文章 感到心灰意冷 他给自己的部下李志远写了这样一封信 他说 忠奉命流平以后 未能与朱弟兄共同杀敌 致令朱弟兄独任其劳 身以为欠 而社会方面多有不量之处 勿望朱弟兄振奋精神 激发奋勇 誓扫敌分 还我河山 非如此不能救国 不能自救 并不能见谅于国人 事实胜于雄辩 必死而后能生 朱弟兄速报爱国热忱 只此呼吸存亡 两臂誓死穴齿 从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张子忠对日本侵略者的生物痛绝 那后来怎么样呢 不久以后呢 宋哲源得知张子忠已经安全到达了济南 非常高兴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 把张子忠接到了南京 见到自己老部队的人呢 张子忠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张子忠想 这一下雨过天晴 可以洗刷自己汉奸的污名 继续回到二十九军 上战场为国杀敌了 可是呢 当他踏上南京的土地啊 他才发现 一切不像他想的那样 街道两旁呢 攻击他的标语随处可见 有些报纸还在攻击他 滞留北平 与日本人勾勾搭搭 不明不白 张子忠听前来接他的人说 国军军委里 有不少军官主张 要对他实行军法审判 宋将军虽然百般努力 四方游说 但是仍然无济于事 百口难辩 听到这些啊 张子忠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他开始担心 蒋介石不让他回部队 他见到蒋介石了吗 嗯 见到了 那天 张子忠穿戴整齐 等待蒋介石的招见 蒋介石一出现 张子忠马上起立 请罪说 自终在北方失地 丧失 辱国 罪有应得 请委员长 言语承办 蒋介石回答道 你在北方的情况 我都知道了 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一切统由我来负责 你目前就是安心保养身体 避免跟外人来往 稍迟再约你详谈 没过多久呢 蒋介石第二次召见张子忠 张子忠没想到 蒋介石直接下令 提升他为第59军军长 让他返回自己的部队 报效国家 59军怎么是张子忠的部队呢 这个第59军呢 是原来三十八师扩编后的名字 1938年春天 张子忠返回自己的部队 返回部队的那天 他对将士们宣誓 今天回军 除共同杀敌报国外 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 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子忠心里清楚 一个被骂成是汉奸的人 是不能够打败仗的 更不能在战场上撤退 张子忠刚上任不久呢 就迎来了一场恶战 1938年初 日本调集大军二十万 分三路夹击徐州 目标直指政治中心武汉 当时日军为了更有把握 拿下徐州和武汉呢 在三月份又调来了 由铁军支撑的板原军团 在林仪跟国军的第三军团 展开激战 由于实力悬殊 国军连战连败 第三军团长庞炳勋 不得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法电要求撤退 李宗仁同意撤退吗 李宗仁接到庞炳勋 要撤退的电报以后呢 非常的生气 可是他转念一想 第三军团兵力 只有不到两万人 是武器落后的杂牌军 而对方是拥有 三四万人兵力的板原军团 日本的王牌军 敌我相差悬殊 如果不及时派人增援 要是丢了林仪 就等于丢了台儿庄 和徐州的屏障 这个时候呢 李宗仁想到了 手中的最后一张牌 张子忠 但是啊 李宗仁又开始犹豫不决 他为什么犹豫不决呢 李宗仁不放心 因为张子忠和唐炳勋 二人素来不和 两人呢 之前曾有一些恩怨 当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呢 同是西北军的唐炳勋 和张子忠 一起同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 没想到呢 唐炳勋阵前倒戈 转身偷袭张子忠 张子忠 差点死在唐炳勋的枪下 从此呢 张子忠发誓 与唐炳勋这种 不忠不义之人 不共戴天 势不两立 想到这呢 李宗仁特意把张子忠请来 他说 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 抛弃个人前嫌 受点委屈 迅速持援 庞炳勋 张子忠马上站起身来 不假思索地说 请长官放心 我绝对服从命令 庞炳勋听说李宗仁派来的援军 是张子忠的部队 这心里头 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他担心张子忠借刀杀人 报当年之仇 如果张子忠的部队 在路上故意拖延几天 自己的部队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想到这儿呢 记得他在屋子里来回转 在这关键的时刻 林薇受命的张子忠 能否不计前嫌 力往狂澜解林仪之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 著名抗日迅国降临 张子忠的故事 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呢 也请您在我们的脸书 主页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地给您回复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